这个真的有点像苹果一开始想出的AR眼镜 Emo Air 2 什么时候发货 哈喽观众大家好我是R1Mira姐夫 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的AR眼镜Emo Air 2 终于到货啦 这副眼镜我在4月份已经出过一期视频 当时是在广州的展会里简单上手玩 符合预期之余还有不小惊喜 而今天我要开箱的是自费购买的苹果金版本Emo Air 2 就说有些少改动 那我废话不啰嗦了 直接开箱吧 这个就是Emo Air 2 包装盒其实是挺廉时的 那我们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吧 有些阻力感 这些东西先不看了 我们直接来看本体 终于拿到手了 屏观镜版本的Emo Air 2 还有一支戒指 新的戒指手感说实话没有太大的变化吧 暗东比较小嘛 新的关系就没有那么松 你这个眼睛 嗚呼呼 这个才是我想要的东西 现在新增了这个新的笔托 就跟我现在本身戴的这个是有点不同的 我戴上去给你们看看那个区别 这样子好看吗 像不像客栏? 我去镜子那边看一下 我觉得还行啊 看起来不错哦 但是我这个还没有加上近视镜片 所以现在先不带 先翻一遍 包装里面的东西其实不算很多 有眼镜盒 眼镜本体 磁吸充电线 近视镜框 还有这里 眼镜布 不用看了说明书 哎 它戒指没有给充电线给我 除此之外 在Emo Air 2正式发货之前 其实我收到另一个给首批预定用户的包裹 里面有充电宝 其系松将 镜腿套 如果觉得眼镜腿砸头的话 记得要换上镜腿套 能减弃一点 不适感哦 可替换的笔托 还有两张相机镜头贴纸 贴出两边的镜头 起到影视保护的作用的 眼尖的你应该看到这里 还有一个包裹的 这是第三方 W设计局出的金色镜框 因为原装的金色镜框 不能装好我的金色镜片 让他们这一套重新设计过的改良板 过来让我试试 这个应该是3D打印的镜框来的 马上换上去看看 我先把右边这个拿出来 原装的右边很松很松 太松垮了 这个就是重新打印过的 好像漂亮很多 是3D打印的吧 你看这个是不是掉转了 转进去看看 咦 这好像不是哦 怎么啦 跟冰果新海哦 搞笑哦 A few moments later 我找到方法了 这是要比较用力一点 大力出奇迹啊 按进步 那时候不会动了 比原装这个好多了 不会松的 但是这个 原装的区别 为什么我会知道原装的不好用 因为我现在戴着的这一副墨镜款 萤幕A2 就是萤幕半个月前发我的媒体机 跟现在量产版最明显的不同 就是比拖 换成这一种造型 实际佩戴上去 感觉媒体机版本的比拖更舒服一些 也就是预定礼包里可替换的那一款 还有 关播导晶片 从一整块换成了半块 不过对于我们看东西 其实没有很大影响的 因为媒体机版本 都没有用尽整块关播导片 显示的画面都在中间偏上的位置 为了把眼镜里的画面 能实时的呈现给大家看到 所以我要UP主菜脂油 帮忙做了一个手支支架 就可以同时架住 萤幕A2 跟手机 现在其实呢 我是掉了两个画面都出来的 这是一个双目的显示 点击 这里 我们随时用 右镜腿来操控 或者用戒指操控都可以 我可以切换成弹幕 这个上机只是对着这个右眼 所以这里是看不到的 切一下 可以调这个音量亮度 但是感觉好像最亮 跟第二格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它本身预设里面就是 只有这几个应用 包括是应用上电 上机 上册 投屏 文档 通知 打开上机以后 其实是调动了 左边这个射箱头 你看 这里的话 其实是另外一个黑白射箱头 暂时 没有用处 以后有其他功能会应用到的 如果录机哥跳舞 只要我们的手机 跟眼睛是 在同一个Wi-Fi 就可以直接投屏了 就是这样 那么简单 马上投到这里来 720P 还可以看到弹幕 EMO Air 2用上了两块分辨率 640x400Micro OLED彩色屏幕 加上垂直阵列光播导片 可以实现出 刷目彩色显示方案 其实 这是一代的Plus版本 再也不用像一代一样 只有右眼看得清屏幕啦 因为光播导片 物理结构的原因 佩戴眼镜时 其实在两侧 能看到三格折斜出来的余光 但是影响不是很大 显示画面 因为选择刷目显示的原因 亮度和画面大小 比一代高出不小 官方给的数据 是单眼视长角26度 具体一点的是 手伸直 看6.55英寸手机的大小 虽然分辨率是低了一点 画面边缘有定点模糊 不过用来做文字信息提示 或者在外摸鱼看视频 都可以接受的 而且 这内光播导 在影视方面做的十分好 除了在侧面反射 会看到一点点三格以外 外人在任何角度 都看不到你在看的画面 当然画面质量 不能跟需要有线连接 其他设备的智能眼镜上比 但Emo Air 2 是目前全球范围内 唯一溢价做到无线 而且有独立系统的A2眼镜 直接带着光阶 造型都不会太怪异的 这个秘密就在于 Emo Air 2的进腿 还藏有处理器和电池 比起一代会重一点 但好处是 续航也增加了 因为眼镜系统是 安卓9.0的缘故 很多常见的App 例如《云丝厅小电视》 《银河奇异果》 等等电视盒子应用 都能在应用商店下载 甚至有一个用接级控制的 打羽毛球游戏 哦 开始 感觉它这个 音量就有点过大 这个反应游戏来的 哇 出大叫 哎呦 如果觉得 双电里的应用 满足不了自己 还可以手动打开开发者模式 自行安装安卓应用 我们怎样去打开呢 去设置 来到关于 产安触控板 二 三 好了 然后我们输入密码 二零二一零 一零八 OK 这样子就好了 打开ADB调试 拥有了这个开发者模式 就可以自己安装 不同的应用进去了 例如里面没有播放器 我们可以自行安装 要留意 并不是所有的App 都可以在Emo Air 2里运行的 VLC 我们可以直接看视频 以西服加称 哦 就这个用来摸鱼其实挺好的 你看 我在 随便一个位置来看都可以 它是平冠镜款 所以遮胆性就不太好 现在戴着这个墨镜款的话 在外面看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拍摄的位置就比较暗 所以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种形态的一体机AR眼镜 其实应该就是苹果的Tim Cook 一直想做 也就是传闻中的苹果AR眼镜了 但可惜种种原因暂时不会出 改为推出头显形态的reality pro 所以戴上Emo Air 2 就等于我们提前体验了 可以戴出这些的AR眼镜呀 还可以这样子 放大缩少 或者是用这个上下滑洞 来调整这个大小 对我而言 一代的Emo Air 最大的作用就是提磁器 过去快一年的视频里 我经常带着 配合蓝牙戒指 可以不用碰眼镜腿 都能操控眼镜 非常的优雅 就是连接和触碰有时候不太灵敏 这一点在Emo Air 2 已经改善很多了 戒指改了造型 而且有实体按钮 方便蛮操作 就是戒指按钮的手感 可以再提升一下 我最近都带着墨镜款外出玩 有时候看到好看的风景 手擦口袋 用二代戒指 就能直接打开相机拍照拍视频 也能看存在眼镜里的大片 用戒指操控 拉视频的镜头条 以及于每次我一代三眼镜发呆 坐在我旁边的老婆就会问我 是不是在墨鱼看电影不跟他聊天啊 当然Emo Air 2不只有这些功能的 它还可以用作即时翻译 我觉得它这个虽然说不是完全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应该都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左右吧 而且能连5GHz的WiFi 看线上视频墨鱼更爽 不过这期视频我们以开商为主 更深度的功能体验 等我试完几天再回来跟大家认真评测一下吧 最后唠叨几句啊 之前萤幕因为Emo Air 2良品率的问题 发货很慢 好多预定了眼镜的玩家都有点怨言 甚至推出预定群了 的确 萤幕他们在社群运营方面是有点不足 反应也慢了点 不过现在已经慢慢好起来了 承诺给继续等待发货的预定用户赔偿之余 对于很急的用户也能全额退款 而且可以领取100元金冻易卡的赔偿 所以别再说Emo Air 2是PPT产品了 看群里的消息 现在产能开始爬坡 应该6月份就能正常发货了 我这台评官金款Emo Air 2 本来说是5月底发货的 也比我预想中早了几天收到 所以还没收到产品的 再耐心等一下吧 以上这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机 我会在上方留言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这期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常玩VR 也有集愉快体验和硬核造成的XRM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先别走 去看一下我们的 顺理现实主题提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